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今天是7月13日 也是圣亨利国王庆日 欢迎你们来到每日圣言的时间 今天的主题是 爱的道理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奉献与主 静下心来 聆听《玛窦福音》第十章第三十四节 至第十一章第一节 你们不要以为我来 是为把平安带到地上 我来不是为带平安 而是带刀剑 因为我来 是为叫人脱离自己的父亲 女儿脱离自己的母亲 儿媳脱离自己的婆母 所以 人的仇敌 就是自己的家人 谁爱父亲或母亲超过我 不配是我的 谁爱儿子或女儿超过我 不配是我的 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 不配是我的 谁获得自己的性命 必要丧失性命 谁为我的缘故 丧失了自己的性命 必要获得性命 谁接纳你们 就是接纳我 谁接纳我 就是接纳那派遣我来的 谁接纳一位先知 因他是先知 将领受先知的赏报 谁接纳一位义人 因他是义人 将领受义人的赏报 谁若只给这些小子中的一个 一杯凉水喝 因他是门徒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绝失不了他的赏报 耶稣主父玩了他的十二门徒 就从那里走了 为在他们的城里 施教宣讲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接下来 让我们听一听 试经小帮手 我们懂得爱吗 有些情人虽说爱对方 但当对方提分手时 却想要伤害对方 有的父母说爱孩子 但却凡事都想掌控 把自己认为最好的塞给孩子 这叫爱吗 如果对方是你最爱的人 为什么你要伤害他呢 人这样爱的模式 岂不是更像控制 欲是得不到的爱 他就欲是想控制 想紧抓 这样的爱是假的 是会伤害到人的 在福音中 主耶稣教导我们 什么叫爱 首先 爱就是要放手 这里重要的就是脱离 人本来就是个体 严格来说 我不属于我的父母 而是属于天主 天主是暂时把我借给那家庭而已 让我们在一段时间 可以相处 彼此相爱 彼此学习 同样的 别人也不属于我 我们有权利指挥他 即使他是我最亲的人 也要尊重他 因为他属于天主 所以真爱的开始 就是要认清每一个人 原是属于天主 再来 爱也意味着要背负十字架 要磨练的 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跟随我 不配是我的 结婚当天 新人并不完全认识彼此 爱的只是眼前看到的 但相处久了 磨出来的才叫爱 再来 爱也需要学会接纳他人 不要一直期望他人会改变 若只是关注对方的不完美 那你就是在否定他存在的价值 但若是能注意到 他的一个优点 那他在你眼中 也有了一点价值 对耶稣来说 即使你觉得对方 只值得你给他一杯凉水喝 你将会有你的赏报 请品尝圣言 真爱需要磨练 莫想耶稣要如何改变 你对爱的了解和实行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在祈祷中 让耶稣告诉你的爱 需要在哪一方面 多点放手 磨练 接纳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耶稣 再见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